是啊,帶來一首一所懸命 我想問,那天Jer就說 花姐說讓你們自己可以談,想找哪個監製做的 Anson 是不是也想找Edward做這首歌 因為本身我覺得Edward的慢歌很好聽 還有我之前在姜濤錄音的時候 其實我上去探過班 我看了他們做歌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Edward對節奏和beat的節奏感很強 我自己覺得如果我第一首歌 如果想做一個跳唱歌 我覺得Edward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監製 Edward是不是第一次聽? 因為好像說快哥就想起你 其實你很久沒做快哥的 是因為沒有人要做的 這樣吧? 是啊,其實我本身一開始跟Edward聊 我們第一次開會就沒有去作曲 純粹我們大家聊天 我就說我想第一首歌是代表自己的 因為我自己的強項都是跳唱 所以我就想有一首氣勢澎湃一點 Edward就很堅持 不如我們大家一起作曲吧 因為這首歌 如果我們就這樣找一個demo回來就很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可以由 一手一腳由零開始 由第一粒音的beat 到最後最後那粒音 都是自己想出來 一手一腳量量量出來 這件事就很個人 很代表我自己想要什麼 這樣是不是要用很多時間去組裝呢? 每一粒音都拼到現在3分09秒 對,由第一粒音一聲就開始拼到完結 我們都花了一些耐力去做 其實都不是D的了 變成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將整件事 如何去思考這個flow 是適合這位表演者 當初訂做去思考 這個flow都想了整個星期 每個星期每一天我們都花了5個小時 就在一個studio裡打 本身有個flow之後就要有個melody 然後Eric就叫我 好啦,現在有個beat,有個flow 那你嘗嘗哼 那我就說,蛤?哼?哼什麼? 他就說,不要緊啊 你想到什麼melody就哼出來 但是因為我本身沒有什麼作曲的經驗 所以我一刻就空白了 啊,我不知道哼什麼 但是我本身很害怕 所以Eric就示範一下哼什麼 大家一起work這件事 最後我都放膽,哼一下音樂出來 本身因為我跟他,跟梁柏堅 都自己有一些曲 哦,原來這首歌就是這個曲 我們覺得除了有一些曲之外 都可以在工作方面合作一下 做一些東西 所以就邀請了學生一起跟我們 在beat和編曲上給了很多 insight 這次Anson其實除了錄自己的歌 很興奮之餘 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就是一首歌如何誕生 還有一首快歌 是的,因為我在Eric旁邊 其實我看著他如何去選擇一些beat 其實我都學了很多不同樂器 可能同一種樂器都有很多不同的演繹方法 所以其實是大開眼界 剛才我都跟Eric說 哇,其實現在想起整件事很奇妙 由開始什麼都沒有 但我們唱到一首這麼完整的 大家都覺得這首跳唱歌挺有水準 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我跟朋友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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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谢谢大家